南投县第56届中小学科展颁奖典礼 及启动全民科学日活动 在旭光高中来办理 一共有112件参赛60件获奖 其中大成国中、北美国中、银北国中、普台国小等4所学校 共有6件参展作品 将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中小学科展竞赛 希望能够名列前茅 中小学科展颁奖典礼 由旭光高中乐武社那那开场 这是科学展览活动 分为国小组以及国中组 由物理、化学、生活、地球科学、数学、生活与应用科学等6科 总计112件参赛 由85件进入赴赛 副县长陈振生指出 为推动本县科学教育 幸福从小学及进行科学养成教育 使科学结合生活 那学生感受学习的乐趣 国中、国小的整个参展作品 出弦的就有50号件 那国中有60件 那日弦的国小有40件 国中有45件 一共85件 从85件里面在精挑细弦 我们要进入全国赛的 在国中方面有五件 国小一件 让我们的科学在学校能生根 能发展 甚至于未来我们的小朋友 有一个科学的头脑 也让我们的科技能跟我们小朋友做结果 也让我们南轴线为了更有发展的空间 虚光高中校长吴明顺感谢 县佛及多位议员努力下 筹建虚光高中科学馆 与其落成后 再可让学生的科学创意更能发挥 科学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是希望 透过这样一个颁奖活动 也让我们社会大众知道说 科学怎么样能够生活化 那目前我们虚光高中 也在建科学馆 我们会跟中心大学 我们会跟张师大 的一个相关的科系 来做策略联盟 当然更希望我们学区的 或者成南头县的 我们的一个国中小 有机会都能够来善用这样一个科学馆 也能够达到县长建立科学馆的 这样一个美意 颁奖建立由副县长陈振生 和教育处长彭雅宁颁奖 获奖的国小组团体 分别由普台国小 康硕国小 关华国小 融获前三名 而国中团体奖 只有大臣国中 弘能国中 南光国中 分居前三名 陈副县长希望 明年大家再记再厉 创造更亮丽的成绩 明年大家再记得